国家朋友国光石化的去留 成为总统大选前大家很关注的焦点 现在传出很有可能要以往印尼了 最新消息我们带您了解 连线给记者林佳元 好 今天的消息传出来 国光石化考虑要转往异地投资 不过今天经济部出面反应 表示说其实是不是这样子解释的 应该是说国光石化有两个部分 包括台速的以及中油的部分 其中中油的部分考虑要转往其他地方 来听一下今天经济部怎么说 目前我知道的是马来西亚跟印尼 大概是这样子 为什么啊 他们考量点是哪的 投资环境嘛 要看整个投资环境 这个要有大的面积之外 还要交通运输方便 还要大量的水能供应等等 这些条件 中东以前有讨论过 不过现在很多人的看法是 因为中东那个是原有的产地 那我们这个石化厂生产出来的石化原料是要贴近中下油的需求 所以原有运输可能还比较方便 你把中下油的运输运输那么长的地方 可能业者评估起来并不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选项中东 好 国光石化光这个中油的部分渴望可以转往印尼 但是蔡英文讲的说中东这个地方 他表示说不服成本因为距离太遥远了 另外环保署长沈世红也表示说 赞成说国光石化能够有机会转往其他国家 把镜头交换彭雷主播 好了 那您刚刚看到 经济部也表示呢 的确有考虑把国光石化要转往印尼了 稍后有完整的报道